一大早來 朱惠老師 然後就給你緊緊的抱著 那一天你就真的是充滿活力了 看到他們的那個笑容 就覺得 哇 很自然而然的 你就是會去投入這份工作 生動有趣的說故事方式 讓每個小朋友都聽得入神 循循善幽的王淑惠老師 看似經驗老大 但他其實曾經是一名壞技師 悠有十年經驗的他 卻在43歲時 依然轉化了人生跑道 成為了慈激幼兒園的老師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哇 一直加班加班賺錢賺錢 就很喜歡這種這份工作 覺得自己可以在這份工作裡面 找到自己的興趣 發揮自己的長處 原來自己內在有這樣子的潛能 然後可以讓這些孩子受用 然後自己也受用 除了用心陪伴和教育孩子 淑惠老師在充實的幽教生活裡 總是分秒必爭的填寫親子聯絡簿 期許將孩子每一刻成長的細節 都一一寫下來和家長分享 一吃飽飯就要特別寫這些 那要是要吃完了 好 像這樣子要那麼吃完了 我要進去看他們就一邊寫一邊 看著他們一邊寫這樣子 然後就往上面再折 仔細聆聽 蘇惠老師口嘲的華語和一般人有所不同 只因為她是一位台灣媳婦 身為兩個孩子的媽媽 蘇惠老師更懂得以父母心來對待幼兒園的孩子們 這份無所求的愛 除了在孩子的心裡撥下善種 也讓她找到了生命的感動 就是母親節的時候 就一個五歲的孩子就打電話來 然後就跟我講說 蘇惠老師我要唱歌給你聽 哇 她就開始唱啊 感謝天 感謝地 然後唱到 哎 感謝你所屬的一切 哇 真的是 然後眼淚就啪啪啪就掉下來 就覺得很感動 我們常常講啦說 要以一顆媽媽的心去愛全天下的孩子 真的就是在 無形中 我們都做到了 孩子也感受到了 還有為我吃藥 還有 還有上課給我 還有疼我 她很愛我 我覺得她像我的媽咪照顧我這樣 小時候我要灰彈 用發脾氣 蘇惠媽咪沒有罵我 我生氣的時候 她沒有生氣 然後我灰彈的時候 她沒有灰彈 這個全部 她會原諒你嗎 會 我愛蘇惠老師 愛的力量 的確不可思議 蘇惠老師 期許繼續發揮良能 用愛陪伴孩子成長 讓他們成為有用的人 找出我 將你成為 一顆定年齡的大叔 大愛新聞 胡惠芬 黃燕碧 馬來西亞冰城採訪報導 黃燕碧 我愛你 愛的力量 是 自然 我愛的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